任夫人是不断点头 正是这个道理呢 要知道那些铺子是咱们家一直操持的 能有现在的局面实在不易 我不是不舍得你妹妹带走 是怕将来去了薛家被别人谋走 要知道钱财是最动人心 任言凤也道 母亲担忧的是 妹妹为人直率只怕是会要吃亏 任夫人慈祥地笑起来 看着任言凤 好 这事办得妥当 任言凤目光一闪 这都是姚华的功劳 任夫人听的这话收起笑容 这是事小 坏了你父亲的事是大 倒不是我为难他 真要是因为这场活连累了家里 不是我说一句就能遮掩的 再说了 你父亲这两日就总是心事重重的 你们父子俩到底有什么事瞒着我 任言凤支吾着道 哎呀 也没有别的 母亲放心就是了 总不会出什么纰漏的 任夫人是半信半疑 任言凤接着道 母亲操持四妹妹的婚事 有什么忙不过来的 你就让姚华帮忙 她做事也细致 任夫人这才叹口气 任言凤忙静茶过去 自从茶出身上有喜 家里的汤汤水水就不断 老夫人免了她的沉昏定醒 这样就不用早起了 开始几天她还不适应 薛明锐上朝之后 她也是毛时醒过来 可这两日渐渐就适应过来 一觉要睡到天亮 睡得多了 应该精力充沛才对 谁知道这到了晚上 还是早早就困了 薛明锐干脆将公物挪到内室里看 她就在旁边的贵妃踏上陪着 谁知道这书看不到两行 就给睡着了 再醒过来 锦绣等人已经打了温水 来给她素洗 荣华脸一红 看向薛明锐 薛明锐还在写公文 她之前看的那本书 摆在公文旁边 荣华素洗好了 躺在床上 听到这外面薛明锐 换衣服的声音 不一会儿 丫鬟们就都退了下去 薛明锐掀起被子 就躺了进来 今天怎么样 听到她的声音 荣华缩了缩肩膀 就帮着三婶做了摆家被 和一双一起写了字帖 问了问庄子上的石仲田 怎么样了 剩下就是些钟馈的事 也就是咱们院子里的 薛明锐嗡了一声 这做了不少的事 明明都是些小事 她还煞有其事似的硬核 荣华不由得笑出声来 再这样下去 我就变懒了 那也没什么不好 感觉到 她的手放在她腰间 渐渐上移 荣华顿时脸上一热 她的指尖 深深浅浅 像羽毛般 荣华再也忍不住地笑出声来 荣华边伸手去拉薛明锐的手 边转过身来 鼻尖撞在她怀里 被她顺身搂住 她的眼睛明亮似繁星 闪闪发光 细长的眉毛一挑 眼帘就慢慢沉下来 手抚上她的脸 低下头 亲在她的唇上 她的手一直抵在她胸口 手掀一下 心脏跳动渐快 她慢慢地加深着个吻 两个人气息都有些乱 薛明锐才抬起头来 将荣华抱在怀里 微微一笑 早下睡吧 荣华想了想 抬起头来 我想去庄子上看看 听说湿中的种子长出苗来了 不知道将来能接触什么来 庄子上 荣华道 我这几天身上好多了 播种湿中种子的庄子也不远 我多带些人就是了 声音软绵绵的 尤其是腻在她怀里 低声说话 让人不忍拒绝 几乎要开口答应 看到她精亮的眼睛 微微开启的嘴唇 才合上 从来没见过她这样的迫切 也不见她用过这样的心思来哄骗她 一定是在娘那里碰了壁 这才想方设法地和她说 她故意沉下脸 不想 马车路上颠簸 你的身子受不了 刚才她明明已经差点就硬了 荣华的声音就更低了些 我让车夫慢点就是了 不去看一眼 我心总是忘不下 偏偏出去的王宝也没有消息 朝廷来人说 若是现在不见成效 就要等着春天的时候 再试试看了 沈家三爷说过 这批种子就是要试试 能不能管种的 将来万一哪里有了灾患 就好应急 若是春天种 就没了意思 御医说 前三个月要好好地休养 不能劳累 荣华失望地低下头 这一两日还行 几个月下来 那可怎么得了 才几天 她就觉得浑身不自在 再缘段时间吧 我让人寻了之前的太医院院士 白老御医来给你瞧瞧 若是白老御医说无碍 我就和你一起去 和她一起 荣华的眼睛亮起来 我何月能抽出时间 薛敏锐道 皇上要给八皇子办大丧 大丧过后应该会有时间 荣华笑起来 还有 祖母前日已经出壁安葬了 红哥要去沈老将军府 我想陪着他一起过去 薛敏锐 这次就皱起眉头 不想 荣华就又收敛了笑容 我顺便去看看姐姐 好久没和姐姐见面了 薛敏锐叹口气 声音软下来 红哥是去拜师 你跟去了 反而不好 沈老将军就是喜欢 红哥和明哲 有几分质气和胆色 这才答应的 顿了顿又道 如果你觉得闷 我就陪着你出去走走 荣华眼睛一亮 趁着薛敏锐不注意 露出狡狭的笑容 想算计他一次 非要拐弯磨脚才好 他就是想出去走走 就不想自己提出来 否则又要去庄子上 又要出去玩 他还真是不好意思开口呢 安亲王的罪名定下来了 看他还没有睡意 薛敏锐干脆将朝堂上的事 讲给他听 谋逆之罪 萧绝 除宗室 圈禁 收回财产 福利 果然是这样的结果 安亲王爷 没等到圈禁 就病死了 终身圈禁 还不如就病死在外面 安亲王世子呢 薛敏锐道 彻查清楚 安亲王世子 与谋逆无关 接下来就是处理蔡氏一族了 郁城豪招新的案子 已经正式地交给都查院 达里斯会审 荣华道 八皇子大桑前会审 宣明锐点点头 这是要惩治财氏一族 给八皇子个说法 皇上丧子痛心 谁还敢为义成侯照姓遮掩 皇上到底是为了八皇子 还是看准了时机 要整治财氏一族 谁也不知道 皇贵妃贬为华妃 太医院院士和为八皇子问诊的御医 一并下了大狱 庄亲王自责失职 那皇上有没有责问庄亲王 一句就说在点子上 他一早就发现 荣华对正式十分的敏感 皇上顺着庄亲王的话 就责问庄亲王 在经里疏于正式 奏折不分轻重的都送去陪都 又独断专行 不能听朝臣意见 总之 一无是处 庄亲王爷一定没有想到 本来是在人前做做样子的自责 竟然换来这个结果 庄亲王爷自责在先 朝臣也就没有办法 替庄亲王爷说话了 看起来像是皇上 因八皇子悲伤过度 殃及庄亲王爷 其实皇上说得 句句是实情 庄亲王爷因此收敛最好了 若是不能 恐怕下次就不止跪在朝堂上 被斥责 这样的简单了 还有 你父亲的案子 陶正安的案子 不应该和易城侯赵姓一起审吗 薛明锐怎么会单独地说到陶正安 提审赵姓等人 不包括你父亲 荣淮以争 怎么会这样 薛明锐道 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 我托人去打听 只说是上面的意思 在网上就只说没有你父亲的名字 其他一概不知 我想 这说不定是皇后的 荣华立即想起 皇太后在宫中问她的话 难不成 她那样回 反而救了陶正安 薛明锐伸出手来 晚荣华散落在枕头上的头发 你不要想太多了 荣华点点头 说不定呢 过短日子也就有了消息 陶正安正无品的官职 说小不小 说大不大 很快就会被人遗忘 荣华第二天醒来 已经是沉湿漠了 刚吃了早饭 就听锦绣进屋来道 二老爷 三老爷 三太太都回来了 荣华微微一笑 我们过去看看吧 老夫人屋里 三太太已经掉了眼泪 早知道会这样 我们说什么也不走了 老夫人带着 东猪莫绿莫鹅 叹口气 慈祥地看向三太太 多亏你们走了 否则还不是要和我们 一样的受罪呀 我心里不免又牵挂一个 荣华进了屋 三太太忙站起身去迎 我正说着 一会儿要去看你呢 老夫人也笑道 快给少夫人抬软座去 屋子里的丫鬟 急忙去拿了软垫 送荣华坐在椅子上 三太太才又笑着道 好在我们家呀 又要办喜事了 薛崇义僵硬地笑笑 薛明摆薛明矮 也是心不在焉 不知道在思量什么 老夫人喝了口汤水 好了 我这里也没什么 你们去看看二太太吧 薛崇义抬起头来 我再和母亲说会儿话 老夫人笑笑 既然都回来了 一会儿过来也是使得的 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 二太太又病了 明矮的婚期也给定下来了 你回去看看 也好安排后面的事 薛崇义点点头 就站起身 那儿子先回去收拾一下 一会儿来陪母亲吃饭 老夫人慈祥地笑笑 哈哈 好好 家里好久没这样热闹了 薛崇义几个进了二太太的房里 就听到二太太一阵咳嗽声 薛明矮快走几步 紧跟着薛崇义进了内室 杜娟正给二太太拍后背 二太太咳嗽了好半天 这才一口吐在糖盒里 丫鬟忙拿了淡茶去漱口 薛明矮就忙上前道 母亲怎么病成这个样子 有没有多少几个郎中来看 二太太长喘几口气 靠在大营诊上 唉 开始不觉得怎么样 这几日就愈发地重起来了 僵养下来也没用 说着就看向薛崇义 不由的眼圈发红 三太太上前道 这天气啊越来越凉了 拖下来有几时才好呢 不如再多找几个御医来瞧瞧 二太太挥挥手 哪有那么容易就好的 找了也没用 左右就是那几个方子 三太太又劝慰了一番 起身道 二嫂就好好歇着吧 我一会儿再来 等到三房的人走了 薛崇义才坐到二太太的床边 温声地道 这几日让你辛苦了 二太太听的这话 顿时就哭出声来 我倒是没什么 一卷也受了伤 薛崇义叹口气着道 哎 这是怨不得你 要怪就都怪我 要是我和明白没去陪读 也就不会如此了 你要照顾整个家 还要顾着一卷一静 没有你 母亲也不能安然无恙 我回来的时候遇到族里人 和族里人说了 过阵子在家里摆宴 也好给你冲冲病气 你为了薛家做了这么大的事 怎么就能不声不响的 薛二太太止住眼泪 转头看向薛崇义 鸡翘的道 哼 整个薛家 这上上下下 还不是你一直管着 四弟虽然在经历 哪里懂得府里的许多事 不过瞧着荣华在人前说几句话 便以为他做了多大的事 其实还不是有你呢 否则 怎么不见他有半点的损伤 薛二太太委屈地哭起来 哼 你心里这样想着 府里的其他人却不是这样 你也不听听多少人在夸荣华呢 我辛苦这些年 竟不如他了 薛崇义摇起牙来 薛明摆薛明哀也不敢插嘴 只在旁边听了 如今荣华有了身孕 你们都要小心这些 免得冲撞了他 明瑞请了御医来看 说是头几个月不安稳的 薛崇义听的这话 无名活气 还让我迁就他不成 却不知道他家里尚有个傻哥哥 将来生下孩子 不要让我薛家蒙修 那便是佛祖保佑了 还能求其他 薛二太太温声地道 话不能这样说 荣华是长房长席 肚子里的孩子和别个不同 金贵着呢 出不得闪失 连娘都免了她的成婚定性 你若是让祖立人来府里 说不定要说出什么话来呢 万一气到了她 那可怎么得了 薛崇义没想到 平日里在自己面前 不肯受半点委屈的妻子 这般地软弱起来 又瞧着二太太嘴唇苍白 脸色是晦暗无光 表情更是屈久压抑 不自觉地就抬高了声音 我就看看 她能闹出什么花样来 母亲再偏着长房 也不能认着她乱来 薛二太太悲悲唧唧地哭着 老爷你就不要争口舌之快了 好在老爷明白名爱都安好 府里的事也暂时交给大媳妇 我这 哽咽得难以继续 薛崇义道 你不能就这样白白地上了 薛二太太叹口气 唉 我是小事 说着 将薛名爱拉过来做了 名爱的婚事重要呢 老爷还要去母亲那里说说 就算是要顾着明锐的面子 却也不能太委屈了名爱 常宁伯家来人说了好几次呢 明摆着是要将场面走大些 四小姐的嫁妆多 我们两家总要互相迁就着 免得让外面人看了笑话 薛崇义目光闪烁 我和母亲提过 母亲说不能乱了规矩 薛二太太睁大了眼睛 老爷就不管了 薛崇义道 我也不是不管 这是要慢慢地和母亲说 薛二太太泄了气般地躺在床上 薛名爱几个人刚要离开 婆子进屋来道 常宁伯府有位管事妈妈来了 定是要说明爱的婚事 薛二太太支起身子 快让进来 皇上召了英亲王进宫 庄亲王让人磨了墨 接着写字 都说了些什么 密探道 皇上让英亲王给八皇子写篇记文 这不新鲜 英亲王这个闲散王爷 也就会五文怒漠 皇上让英亲王回京办差 结果差事没办完 听说八皇子病重 英亲王就又静止地去了裴都 将差事完全忘住脑后 这样的人 难道将来能做储君不成 优优独播剧场